荣获今年周大观文教基金会抗癌圆梦助学金的杨欧纸言 自幼就想当武装特警维持社会治安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与县政府警察局为其圆梦 并贴心准备了小小警察制服 帅气十足的模样征服了现场所有人 现在就读文奥国校三年级的杨欧纸言 出生三个多月就被振兴医院儿童神经外科确诊为恶性脑部肿瘤 完成开乳手术十次的化疗 历经免疫低下出血不止 剧兔反应 人工血管感染灾除重置 还挺过了严重的菌血症 穿越鬼门关重生 一岁半的病情再度复发 因此身体比同龄矮小 杨欧紫言在各校的功课都维持在全班的前三名 以如果有一天为主题 绘画比赛荣获全国的第一名 昨日母亲弟弟前往了县政府警察局势 接受了局长林逢全颁奖表扬 周大官七经会创办人周静华 董事长郭迎南都到场加油打气 并由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得主 阳光喜憨天使 周以嘉在奏希望乐章开场 本集在了解相关的内容以后 接着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们除了对基金会 这个异行善己有种感佩以外 那我们也非常乐意的 同时也非常荣幸能跟基金会 来共襄盛习办理这一次的活动 那也希望这一次的活动 把警察之爱能够传播出去 让这个整个社会更加温暖 那昨天也去看了紫园 充满了活力 所以看到紫园 没问题 将来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医力警察 甚至有可能会来起待我们林局长 变成澎湖的警察局局长 将来还有可能变成警察局署长 或今年离癌助学金的学生 有两人想当警察 一人在澎湖 一人在桃园 都获得局长的支持接见 希望他们长大之后 能成为警察局长警政署长 记者 陈荣誉报导